哈喽,大家好,我是居冷维修学院的刘伟文 农历新年将至,我们居冷维修学院2017年下半年的教学作业也由此而至 先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下半年的发展路程 2017年7月21号,我们居冷和马来西亚的MCS 共同创办了海外的手机维修培训学院和维修商Wikimobi 在吉隆坡正式开业 这也是我们居冷维修学院走出国门,进军海外市场的地步 同时还举办了Wikimobi维修学院的开业典礼 即马来西亚手机维修技术交流会 与此同时,我们居冷独创的指纹修复器也走出国门,带到了现场 最后我们进行了完满的大合照 此时马来西亚技术交流会圆满结束 2017年的8月至11月期间 我们居冷维修学院在寻找更好的学习环境 在12月,我们确定了新学院的选址 在2018年的2月初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新学院的内部环境 设置了实操室、课室、多媒体区和休闲区 2月初可以投入使用 接下来就是我们居冷维修学院和马来西亚分校 Wikimobi 2017年下半年的教学情况和部分学员学习反馈 哈喽,大家好,我是广州技能维修学院的李静 在学院毕业之后呢,留在了学院工作 然后之后呢,被文革选中 委派到马来西亚Wikimobi任教和维修 在马来西亚呢,其实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Wikimobi的教训模式呢 和广州技能维修学院的教训模式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一模一样的 在马来西亚呢,还是有很多比较厉害的同行啊 维修师傅啊,之类的 希望在往后的日子你可以和这些同行啊 维修师傅啊,一起交流啊,一起分享啊 希望在2018年呢,有更多的学员过来学习 然后我和Wikimobi的团队呢 将会全力以赴的负担你们 感谢技能,感谢Wikimobi的信任 阿里巴,加油! 哈喽,大家好,我是佳豪 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 我之前是在一间手机零件批发公司那边上班的 过后我的老板就有跟我说 他会跟中国广州剧论院长刘伟文 有合作在马来西亚搞分校 就是Wikimobi哦 过后我就被派了上来这边学习还有维修 刚开始还没有接触这一行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能是 维修就可能是换尾叉,换电池 换 那些屏啊,LCD之类的 可是当真正接触主板的时候才发现 是需要很细心 很仔细的去检查 一步一步的检查每一个主板的问题 才可以找出那个故障所在 很多时候都想要放弃 想要,不想再维修 可是当你真正去搞好一台机的时候 把那台机搞开机啊,心里是特别的爽的 然后希望在2018年里面可以更大的进步 更大的进展,谢谢 哈啰,大家好,我是紫阳 来自沙巴在新山工作 你来维修之前 之前是做一些什么工作啊? 普通的,换尾叉,换尾叉,换尾叉 就是,这边上很少有很多主板啊 我们是自己去摸索啊 去看视频啊,也有些 有些维修方案啊,是吗? 对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物体外面的? 我们,我平时有换尾叉的频道 所以才知道他们在哪里 才能跟我们平时的分享 那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是在2017年7月27号过来上课 7月27号? 对 那今天已经10月27号了 三个月已经过去了 那你觉得这三个月呢,学习了什么样的? 有学习到手工,什么测量主板 跟什么探电路途 可以准确的判断手机的问题 那你的鼓励之后 可以正确地去面对对对对对对的吗? 可以 希望你呢,以后在维修行业发展到越来越好 祝你前程式顶,往城外 你好 准备哪个课?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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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一开始的研究 我将在两个月里认为 一个没得到对对对对对对的 我是来自缅甸曼德利的罗比徐 我入学时期是2017年5月9日 为入学基隆之前我只修安卓手机 iPhone只能解决一般的小问题 没有清晰的维修思路 听说你这两天已经翻版 翻了两台iPhone 6是吗 对啊 没来基隆之前 没有维修思路觉得很难 但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学习 现在可以了 6月5号就要毕业回去了 那祝你回到缅甸大早通过 OK 接受点赞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李承翰 我来自台湾 入学的时间是2017年4月21号 未来基隆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我会一些简单的维修 然后会菜装一些IC 但是理论方面完全没有概念 那你现在来到基隆学的怎么样呢 会学会了怎么排除故障 然后在入学期间我也陆续有修复几台手机 有一些是不开机 然后不显示泡水 然后一些爆错的故障 现在目前欠缺就是一些实战的经验 然后还有就是CPU的拆装技巧还没有掌握得很好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毕业了 预计在2017年6月底 那祝你回到台湾前程式结合 好谢谢 我是来自河南的郭子良 然后5月9号从家里面来基隆学习维修手机 然后利用这里的学习的知识 然后帮同学修机子 修过不触摸还要不多爬 因为以前没有维修经验 欠缺的应该是手工要多多练习 大家好我来自重庆 我叫李庆 我是2017年7月1号入的学 主要是学习什么呢 主要是还是学习A8 A9 A4的CPU 我现在学的挺可以的 A8 A9都搬了两条 我打算是5号毕业 好的那祝你回到重庆前程式结合 好谢谢 我来自福建福州的 我叫磁亭暖 今年5月6号来这边学习的 之前有从事这个相关的行业 有做了差不多七八年 我以前只会做一些外配 跟简单的一点焊接 来这边我现在至少会学会了斑板 还有修好了一些故障机 比如说七代的显示 还有六代的摄像 还有一些扩容的机子 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我们现在已经也学了一些基础了 更多的是要加深 那好 祝你回到重庆前程式 谢谢 祝学人越办越好 大家好 我是吕乔 来自四川绵阳 然后过来学A8 A9 A10 然后三个月24号过来的 到现在为止的话 大概学了13天左右吧 那你学的怎么样呢 过来的话A8 A9 S这方面的技巧还是掌握的比较可以 然后回去的话自己练习一下吧 然后 大家好 我叫罗楚芬 我来自广东美洲 5月6号入学 我在来之前我是压屏了 没有学过修手机 那你现在在这里学习了 过去呢 差不多将近三个月了 就好了一个5C的不充电 还有一个6P的不开机 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同学 然后遇到故障的话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讨论怎么去解决这个故障 我打算过两天就毕业了 大家好 我是来自肖昕的 叫彩国天 由7月的24号开始过来 朱龙口 A8 A9 A10的CPU方面的维修 短短续续大概过了来15天左右 基本上对A8 A9 A10那方面的维修 那个技术方面都掌握的 现在基本上可以毕业 我的名字是David 对 从哪里你来自的国家 我是以德平 多少年你发布电话研修 过去15年 哦 十八年 好 好 当时你在这里学习? 1月 你有任何感受到你去训练吗 没有 我继续了我的训练 我愿意说 我很高兴 在这里 所有师傅在这里很友善 帮助我回答很多问题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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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上尾的林佳路 2017年6月份 来到居然 那你现在学习情报是怎么样呢 搞CPU的话 A8 A9基本上没问题 A10都还需要多练 细节比较重要吧 有很多都是需要细节 还有手工 还有维修思路要清晰 我准备去泰国 泰国曼谷 然后把学习到的东西 带去泰国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来到居然之后好好学习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来自湖北 我叫王大军 我来智能红学习已经仅仅有三个月了 从一开始的不敢去动主板上面的IC 只敢换一些外围的小配件 到现在能够独立自主的去维修问题 判断问题 快速的去整断问题 虽然说还有很多不足 不过在这里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有修过学员的机器 有六代进水机 然后还有换一盘不开机的六S 漏电 是打电话功能不正常的 开试机功能不正常的 希望能以后有一个专职的维修老师 就能够解决我们这些一难杂症吧 好 我们会接受你的建议了 会感激的了 大家好 我是李俊 来自浙江 杭州 我是孙建峰 我来自福建福州 我是黄杰 来自杭州 我是刘大亮 来自港东而言 我们要毕业 你们之前是在哪里了解到GINO 为什么会选择过来GINO学习呢 我是三年前 吴宜坚在UQ上 看到文哥做了一个视频 当时自己 只是做做一些外配 就是学习外配 感觉文哥在视频里做的那种主板手工 真的有让我一种想 一直想过来学习的一种冲动 所以说就过来了 四年前我也是在UQ那里 看到GINO的维修视频 之前我没修好的东西 继续发过来都修好了 所以我一直都有想法过来进修 提高自己的维修技术 更好的服务广大 那你们现在学习的怎么样呢 我来GINO快三个月了 我感觉以前只会手工焊接 但是来GINO进行系统的学习 感觉有很大的提升 比如说塑胶方面 它要合适的温度和力度等等方面 我之前的话主要是做笔记本维修 手机的话偶尔修一修 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我来GINO这边差不多三个月左右 目前的话就是对理论跟手工方面的话 就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思路跟方法 到目前为止的话修好一台iPad 然后A8版版的话也成功过两篇这样子 那你们毕业之后打算有什么发展呢 我打算是在杭州开一个店 然后把技术学道这边的维修技术 开到杭州那边 也希望同伴他们以后都都照顾生意吧 我的话也是回杭州继续想拓展手机方面的业务 希望在手机行业大胆全角 然后希望各个同伴多多关照 不要顾着打王者荣耀 要打圈飞线的跟你们讲 对哟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佛山的 学院的同学都叫我做阿波的 一二年了 一二年才开始接触维修 属于半路出家 那我开始维修的时候呢 就只懂得换一下尾插 或者是搞一些小问题 这样的东西 八月份我就决定了过来这边 学习 那到现在在手工方面 学院对我的要求就很高 就不像说之前自己做这样 随便看一下吹一下 那理论方面教的思路 或者是教我们看圖子的方法 都比较简单易明 很清晰地去找到 这个故障是如何查 如何去检测 就这样 那多谢朱龙的这么多位老师 他们真是很用心 还有很有耐性地教导 我们这些半孔水的维生师傅 真是很多谢他们 那最后我都祝朱龙 越办越好 多谢 我必须将过有点 relie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